两岸头条天天有料 大家好我是帅兵 今天是2020年4月13号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台湾疫情方面的最新消息 台湾地区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公布 台湾新增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均为境外输入为三女两男 年龄介于50多岁至60多岁 其中4人为珊瑚公主号邮轮旅客 1人为案384的家人 台湾目前累计确诊393例 该部门表示 案389至392与另外三名亲友共计7人 于2月15号至美国、秘鲁、玻利维亚、巴西及智利等地旅游 并于3月5号从智利登上珊瑚公主号邮轮 该邮轮原定3月19号与阿根廷结束旅程 但由于受到阿根廷等多地封锁边境 导致邮轮无法停泊 因此该邮轮在海上漂流多日 于4月4号上午停靠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港 该邮轮载有1898人 当时船上已有12名旅客及10名船员确诊感染 其中3名旅客死亡 该部门指出 4月7号台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告知 邮轮上有7名台湾游客 将搭乘邮公司安排的航班 至英国后转成台湾航班返台 7人4月11号返台时 5人声明有疑似症状 其中4人检验确诊已住院隔离 3人检验为阴性 该部门表示 案393长期旅居美国 之前曾出现咳嗽腹泻等症状 4月11号返台时 因有症状就已裁检 于今日确诊 其家人即案384已先于4月10号返台 并在4月11号确诊 两人均曾在美国接触过确诊个案 4月11号返台